如何做一个好的父亲 圣经中对父亲的教导 我自己有四个孩子 三个大都将近16岁了 他们是三胞胎 小了今年9岁 虽然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还是觉得 我并不是一个很称职的爸爸 但是在多年的读经祷告 求神帮助我的过程当中 我记得下所读的圣经经节 为了要提醒我做一个好的父亲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在庭文太后书第三章第16到第7节 说庭文太后书第三章第16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做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与教训、督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庭文太后书第三章第17节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依靠圣经的原则 抚养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们就有福了 第一 父亲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保罗要我们照着主的教训 做一个好的榜样 不要随便激怒孩子 让他们心里受伤 产生永久性的怨恨 以至于是的志气 虽然说很多父亲也不是故意要随意发怒 但是千万不要用不合一的言语 或者是行动来教育孩子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说 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教育他们 因为上帝他自己也带头做榜样 在第5章第1节保罗又说 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 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所以我们做了好的榜样 我们的孩子就是蒙福了 保罗在罗马书也曾经说过 耶稣基督也做我们的榜样 罗马书第8章29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地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我们要看看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在圣经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也不要随便地发怒 以身作则千万不要言行不一 情绪失控 言而无信 管教过言等等 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到第7节曾经说过 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 耶和华在他们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为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直付己子直到三世代 正然经文讲的是神的赦免和慈爱 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但也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 但是父亲要是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的话 这样不好的榜样会联络到后代 让他们也学了不好的榜样 第二 是当教养孩子是合理的 圣经箴言说 那些孩子们明知道不能做还是故意犯了错误 我们就应当及时的来管教 这里所讲的管教不是体罚或造成孩子伤害 这里讲的管教必须处于爱 要说明错误所在才给予体罚 真言第二十二章十五节 于蒙迷住孩子的心 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地赶除 真言第二十三章第三节 不可不管教孩童 你用杖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真言第二十三章第十四节 你要用杖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如果孩子明明是做错了 你还当做没有看到的话就是害了孩子 真言十三章第二十四节 不能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无他 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连上帝都自己说了 我们管教孩子是因为我们爱他 为了让他们不偏离正道 管教孩子们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知道骂打在孩子身上 痛则是在我们心上 真言第三章十二节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比则备 正如父亲则备所喜爱的儿子 第三 父亲要学会如何爱孩子 孩子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做爸爸的应该学习什么是爱 然后才能给我们的孩子多点关怀 多点鼓励 这样孩子们也会感受到父亲的爱 诗篇第103篇第13节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什么是爱呢 哥林多前书第13章告诉我们 哥林多前书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刮不脏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上帝也做了我们的榜样 他爱我们 甚至将我们的罪 甚至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在约翰一书约翰提到 约翰一书第3章16节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怜悯的心 爱神的心 怎能存在他们里面呢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第四 叫我们孩子养成好的品格 圣经里面 讲到很多好的品格的特性 法罗在以佛所书第四章25节到32节 提到一些我们不应该有的不好品格 这些我们都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 不要去做 自己也要以身作则 以佛所书第四章第25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落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的事 就可有余 分给那缺少的人 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 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俗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狼闹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或做阴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以佛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的品格的行程 是一步一步慢慢养成的 如果做父亲的 能够每个礼拜天带小孩子 到教会认识上帝 参加主日学 对小孩子们的品格养成 有很大的注意 摩西在生命记曾经说过 我们要将从圣经来的智慧 教训我们的儿女 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 以色列亚 你们要听 以色列亚 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讨论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样做的父亲 是一个有智慧的父亲 因为敬畏耶和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 正言第一章第七节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与妄人藐视智慧和训悔 第五 尊重你孩子们的独特性 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 性格 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 让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 事实上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 不是每个人 长大都要当医生 当律师 当企业总裁 一个虔诚爱主的热热车司机 在上帝眼中不会就不宝贝 诗篇第139篇第一节 耶和华呀 你已见察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入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呀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 倒闭你的灵 我往哪里去 逃避你的面 最后 孩子们是 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 神赐给我们儿女 是把祝福加给我们 而不是要我们受气 受苦受累 所以我们要教养孩子 不要离弃神 按照圣经的方法来教养孩子 不要照世界的方法 我们还有 要带着一个享受的心 来教养孩子 这需要信心的 因为凭着眼见 当然看不到 有什么值得享受的 小孩子哭的时候 发脾气的时候 哪谈了上享受 但是能够照着上帝的方法 教养儿女 到了孩子各个长大成人 我们回头一看 看到他们各个聪明 有智慧 这时候我们就会感谢神 给了我们儿女 此外教养儿女 做父亲要负起主要责任 丈夫是一家之主 要保护儿女 治理家庭 爱你的妻子 每一个每天临休 祷告的习惯 对我们做父亲的 是很有帮助的 谢谢各位